主耶稣予祷告 《马太》19章13节第6节 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 当时也有些人要求祂按手祈祷 所以不是后来才有的事 耶稣当时也有的 《马可》11章17节 《我殿》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这是一个祷告的殿 说到祈祷 你无论求什么 《马太》21章22节 只要信就必得着 有些人说我信 我真的很信 那我得着 第一 有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 信的意思是什么 有很多人信的意思是 我信会得到 我就会得到 但是从整本圣经来看 一个信靠神的人 就是他以神的事为念 他是 心以神的事为念的时候 心和神配合 神就会将他一切给他 所以这个信不只是说 信耶稣不是说 我信了 我信很信很信 而是说 我真的 我愿意 信靠他 我将生命 放在他手中 他成为我的带领 神成为我的带领 这个就是信耶稣 不是说 我只是很信很信 有些人说 我很信很信 为什么得不到呢 是整个生命献上给神 在约翰15章7节里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有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所以是说到 当我们常在耶稣里面 即是和他有生命的关系 神的话常在我们里面 我们愿意的祈求 就给我们成就 是整个生命 是跟从神的路 先求神的国 和他的义 这一切就交给我们了 OK 其他一些我们跳 路加9章28节 那里 登山变形 耶稣一祈祷 跟着他马上改变形象 这也是耶稣 和神那种密切的关系 他本身也是神来的 他不带给他们 就聪明了 以为是 蜂的 小学校里面 小学校里面 也不信 他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